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消失走红毯 得知原因,纷纷称赞,敬业 失踪很久的王一博现身了 头发长了也瘦了 等了好久的王一博 这回终于出现在粉丝的面前 这对粉丝来说,仿佛过年了 王一博在现场的一些举动 有多少摩托姐姐狠狠被王一博宠到了 消失半个多月的一博终于露面了 虽然见面会全程也就半个多小时 但他几乎全程在 绿色打底,白色西装 穿得就像一个开心果 和粉丝的互动也好宠 还调皮地让粉丝剪刀石头布 简直大型逗猫现场 居然形容王一博是开心果 果然粉丝的脑洞太大了 不过呢,确实有胆像啊 哈哈哈哈 昨天不止穿得开心果配色 王一博肉眼可见的心情也很好呀 笑得也很好看 你以为见面就完了 波波还发了自拍 不过是偷偷混在奥菲秀的宣发图了 经过博斯的24倍镜的放大侦查 发现就是他自己手拿视频拍的 这是今年的第二张自拍了 上一张还是大年初一拍的 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不过新拍的这张是混在奥菲秀里的 再也不怕被权限了 这当然不够 晚上大家猝不及防地发现 王一博居然发了个下班变装的视频 变得很丝滑 很有技术流的感觉呀 果然王一博只要学习一样东西 最后呈现的效果都很成功 太聪明了吧 是不是非常开心 有没有感觉自己被博哥狠狠宠到了 虽然他嘴上总说着不宠粉丝 可是每次听到思念的哀嚎就心软了吧 有一种傲娇的情绪在里面 虽然嘴上说不宠粉 但是在一些行动里还是非常宠溺粉丝的 这次营业 真的是给粉丝一种错觉 仿佛过年了一样 毕竟好久都没有看到王一博了 尤其是 最近几次的时尚活动 能看到其他明星在红毯上发光发热 贡献好多漂亮 帅气的图片 王一博却没有 挺可惜的 那么他到底是什么原因没有走红毯呢 他自己给出答案 王一博最近一直在上海拍电影 所以没法出席最近几次时尚活动 我以为大家都知道了 参加品牌活动都是把休息时间挤出来的 竟带电影杀青吧 不过 也从另一个角度得知 王一博的工作真的非常忙 都没有时间休息 放松 就连参加活动都是挤出来的时间 知道王一博的事业蒸蒸日上 他的商业价值肯定会更加的强 忙点也好 但是在忙的时候 也要多注意休息啊 期待王一博后面带来的所有角色吧 以上是第二个朋友圈 全部内容 欢迎在下方留言区留言评论哦 了解更多的娱乐资讯 请关注第二个朋友圈 本文有百家号作者 第二个朋友圈 首发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